都说女人就是蔡子敏 当她们生下来的那一刻 就决定着她们今后的生活会过成什么样子 选错一步也就意味着 她们的一生都将活得人不像人鬼不像鬼 很多女人在结完婚之后 她们因为要考虑孩子的感受 所以没办法和丈夫离婚 只好一直生活在那段痛苦的婚姻当中 所以在此小编想劝告那些女人们 如果当你的婚姻出现了以下这几种情况的时候 千万不要顾虑太多 只有离婚对你才是最好的选择 并没有谁离开的谁不能过 当你真正离开她的那一刻 你会发现原来一个人生活也是一种不一样的感觉 一 婆婆不把自己当家里人看待 很多女人当初在选择自己婚姻的时候 一心一意跟着男人 即使家里人反对 她们也根本毫不在乎 当她真正和一个男人走到一起的时候 才发现原来这段婚姻 并没有自己想象中的那么完美 婆婆从不把自己当做儿媳妇去看待 并且经常还会对外人说起自己的闲话 像这样的婚姻 女人永远不要再委屈了自己 这个时候 只有你果断选择和男人离开 那么才能够让一家人感觉到 没有你对他们的损失有多么的大 所以一个女人千万不要太委屈自己 如果你自己不心疼自己 那么又谁还会去心疼你呢 啊 男人好自懒惰 男人在没有遇到女人的时候 她们非常的经济独立 并且做什么事情都会用脑子去思考 可一旦当她们在结完婚之后 就会变得非常懒惰 整天就指望女人去做活 可她们却知道躺在床上 看着电视 玩着手机 一副很潇洒的样子 女人每天又要照顾孩子 还要做家里的活 非常的辛苦 可男人她们却不愿意去替女人分担家务 嘴里还在不停的抱怨 说自己的女人不够体贴 像这样的男人 女人如果你忍受不了 那么就和她痛痛快快的分开 即使你再主动 她也不会为了你而试着去改变 所以像这样的男人 她们永远都是狗改不了吃死 你也不要再对她抱有任何的希望 三 实行家庭暴力 每个女人 她们不求婚后的生活有多么的富裕 但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男人必须要对自己忠心耿耿 可是这一切 只是自己想象出来的而已 很多男人婚前和婚后相比 简直是判若两人 在他们没有得到对方的时候 她们会努力的去讨好 一旦得到之后 她们就不会去珍惜 每当自己心情不好的时候 就会把自己所有的情绪 都发泄在女人的身上 甚至严重的 还会对女人实行家庭暴力 一次两次无所谓 女人可以试着去原谅她 可是赤索多了 即使一个再爱你的女人 她也承受不了这种痛苦 所以这个时候的女人 也不要太顾及你们指养之前的往事 即使你再忍受着委屈 总有一天她还会原形毕露 还是会对你殴打 所以这个时候 你们两个人就应该好聚好散 四 从不给你一分钱 很多女人 她们在结完婚之后 简直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之前那么倔强的一个人 事到如今 却变成了一个软弱无能的女人 结完婚之后 她们一分钱家都不当 男人说什么 她们就去做什么 从不敢抱怨一句话 像这样的女人 即使她们对感情忠心耿耿 男人也不会正眼瞧她 因为男人觉得 像这样的女人 根本就掌管不了家中的经济大权 日后男人也不会去依靠她 所以像这样的女人 你必须把自己打造成一个很强的女强者 这样才会让男人感觉到危机感 如果在婆家里一点家都不当 那么你也只能够选择和这个男人分开 因为当初在自己没有结婚的时候 被父母视为守心里的宝 事到如今 你却要忍受着这般侮辱 何必呢